把焦点转向国际 印尼官方宣布 努桑塔拉作为新首都后 一切建设工程都在积极进行当中 尽管新总统府还在建设中 也缺乏一流设施 但印尼总统佐科威 星期一就兴致勃勃的 移步到新首都旅行公务 度过最后几个月的总统生涯 今天本来也要领受到资料 做资料到资料中 是一个员的总统 但是我仍不招开 我仍不招职 因为我仍不招职 我仍不招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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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由于努桑塔拉将在下个月17号 举办印尼独立日庆祝活动 因此当局正快马加编 加紧完成这个新首都的 其他重要基础设施项目 为了方便搬迁 总统秘书处也已经为总统办公室 准备了必要家具 包括桌椅和照明设施 至于水电和网络供应 左科威指出一切运作良好 不过在努桑塔拉举办的第一次内阁会议 左科威指出内阁秘书处 未来将宣布相关细节